副总统跟齐迈一样 都是台大的工位 尤其在灾后 他整个防疫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换句话说 今天韩国瑜 他跑到台北来开防疫的记者会 这场记者会比较适合副总统 在这个时候有他琢磨的一个重点 我先请教是义夫 第一 它是在星期五 星期五是让礼拜四晚上大雨就来了 礼拜五有很多地方已经是停班停课 副总统根本都没在看电视 没在看什么 不然你幕僚都没在看电视 不知道说有停班停课 然后暴雨 因为这个暴雨是等同像是台风一样 极有可能会吞噬许多的一个家园 尤其在第一时间去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也有提早回来吗 那不管你已经是做了一个被认为 比较没有政治敏感度 没有政治sense的事情之后呢 接下来的危机处理 因为我们看到他对度假三天两夜时候呢 透过了办公室去致歉之外呢 包括了动用公务车的问题 可是这个时候又有人去问了 又问总统府 那总统府的对外回答说 副总统为什么当天用公务车呢 他说当地交通是依照规定 有特勤单位责用安全车辆来移动 绝对没有使用公费 那这个总统府的人士就说了 无论总统副总统 甚至卸任的总统副总统 只要是这种特种勤务条例 适用的对象 抵达地的一个交通 就是由国安单位去征用当地的公务车辆 已经卸任了总统 比如说到同一个地方去辅选啊 等等 他还举这个 等于是马英九到台东 属于个人事务 同样征用当地的一个交通事务 等于他举的例子 应该是指的是马英九嘛 对不对 来 这一连串这样的一个发展 真的民进党为了阿仁哥前往金门 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吗 来 义富哥 我觉得一件事 如果你不再出来说公开道歉 我觉得用新闻稿道歉等等的方式 对我们来说 你做错事本人不出来道歉 用个新闻稿的方式 你的诚意何在 一直都是会被质疑的 那做错事就做错事 不要有什么太多选举考虑 选举考虑 我为什么会说选举考虑 就是说 其实总统吴宁院 某一些人也是担心 就是说我的副总统正式出来道歉 鞠躬道歉 那个画面被电视台攫取以后 会不会在后续的选举过程中 一直被操作 一直被拿出来运用 我觉得也不需要太贪心这个问题 我就说今天你依然躲在新闻稿背后 我觉得那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 当然就是说 你的受到特种勤务里面所规范的人 你可以调用公务车 调用车辆 其实这是一个国家上面的一个承认总统副总统 一个安全机制 不管你上任或卸任 有一定的保护原则的机制下的一个产物 所以你要去征用 我们都觉得安全上有所顾虑 这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重点是 你征用过程当中 你又是一个旅游行程 又是一个灾难在新门 你除了认错道歉 认错道歉之外 不要去拿别人举什么例子 你现在举特情条 好像对不起 我没有错 我真用车子去旅游 就算我去旅游 我全家去旅游 我都真用真用真用 都没有错的 不然你看 马银酒也可以 我觉得这个说法 你不觉得说 反而让人家觉得 你不解释便罢 解释越让人讨厌吗 所以我觉得 做出事就是认错 然后你说台湾一个资讯时代 走到哪里 说资讯不够发达 到说到金门 所以淹水什么事情 我们都可以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我说那可能性很低 但是我也觉得一件事 也就是说 当发生灾难的过程当中 总统府有没有告诉 紧急通知副总统说 台湾现在淹水很严重 行政院长 总统都准备去看灾 你是不是提前赶快赶回来 如果说 甚至星期五 他是启程嘛 很简单一件 副总统的要离开台北 什么等等 总统一定总统都知道 一定会跟总统报备 连包括五院院长要出国 你说总统要去看灾 副总统应该会知道 不是 我说副总统离开台北 OK 他的行程 总统一定都知道 总统知道他要去金门 对 那五院院长即使出国 我都要跟总统报告的 都要跟总统报告的 所以你想想想一件事情 总统府绝对是知道 副总统八月二十四号 要去金门 之后全家要去金门 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而且去金门的目的是什么 一定知道 处理证明他不是去考察吧 他不是 他不去参加八月三炮战纪念试 去一个全家里有 难道你总统府都没有反应说 赶快回来吧 至少你看我们 有些县市首长出国 甚至这样不要去 对 八月四就取消 有的县市首长出国 其实也没有预料到 风灾会这么严重 但是一严重 县政府的幕僚 一定马上打电话 打国外说 县长 这边灾情很严重 那边马上递金票就要赶回来 连一般县市都会这样做 难道我们总统府 没有这样做吗 我觉得说 总统府的反应 是不是也出现了问题 总统府的反应 是不是也出现了问题 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 总统府就说 其实在盲看灾了 这个二十一天 所以这个是幕僚 这个是幕僚的事 幕僚要不要通知 我不是说总统要通知 幕僚一定要通知 府里头的幕僚 一定知道 不同的行程 他原来定这个行程的时候 可能不知道 已经形成灾害了 因为他不管 离拜三离拜四 因为他离拜五在成行 离拜三离拜四 像于他 他可能安排这个行程之间 他并不知道这个灾害 因为媒体有这个灾害 是礼拜四晚上 礼拜五才出来 他是礼拜五早上去的 对 我知道 所以当礼拜五出去以后 礼拜五的 不管中午下午 幕僚都应该非常清楚地 告诉他 说现在台湾 已经发生大的天灾了 这是幕僚相怨 幕僚应该要通知 这却幕僚是相怨 不敢讲话 不是 不是 幕僚有 因为我接了 义夫的讲法说 这个幕僚有书师 可是要道歉的是副总统 对 副总统不能推给幕僚 不能推给幕僚 幕僚又有书师 要通知他赶快回来 告诉他状况 他有提前 所以呢 总统府内部 我觉得还有 你不做不不做 你很清楚吧 他就一直错到现在嘛 还有你看那个新闻稿 上面说 我副总统没有防灾的职权 你有没有防灾的职权 你要不要配合矿灾 他有很多职权都是总统给的 你要怎么样 你到花莲地震你去勘灾干什么 谁交代你去了 你有没有这个职权 你要不要下去勘灾 是总统 希望你要不要帮忙 因为在灾难的过程当中 经常救灾是打破建制的 我们还能没守建制吗 一定是打破建制 派谁去最能够达到救灾 最快速的救灾的目的为原则嘛 所以派陈菊去高雄 我觉得没有我也没意见 就是说我不会因为说职权说你有没有 因为灾民受难 谁能够最快去拯救他们 派谁去就是对的 不用这么去在乎职务 但是你说副总统推说 我没有这个防灾灾害的职权 我没有什么知觉 那我可以告诉你 那对不起 陈副总统 你可以每天都去旅游了 因为你什么权都没有 那另外一位总统 你都可以不用讲这些了 过去我在服务 或者是在行政院服务 就是说像类似这种大型灾 有时候你在台北 比较难感受到说 地方受灾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你必须做一个 整体的评估之后 要当机立断 你不管幕僚发生什么事情 要负责的还是 首长你必须要负起责任 所以这件事情确实观感不佳 你即便说所谓的职权 或他的副总统的职权 那要按照我们宪法规定 副总统根本没有职权 所以他可以 除非做总统不能试试 但是问题是说 当你到地方 你除了说有一个 很完整的一个防灾体系 在从事救灾之外 那你的地方首长到 你除了说能够慰问灾民 给予在整个 在个救灾的这个过程能够 让不管是这些救灾的人员鼓励 或者是灾民的安慰等等 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但我必须讲说 应该是在处理这个过程里面 当时必须应该要当机立断 那现在你觉得 你是不是应该建议他 就是召开记者会到机 我会建议 否则可能他就想选择 衍生出来的代价 我会建议副总统 就是说因为现在南部 还有一些在重建 比如说我们现在 包括清洁队员 或是国军的弟兄 其实都非常辛苦 还有副总统其实可以 副总统是高雄人 你们也有专心 他可以到南部地区走走 来慰问一些灾民 我觉得其实救灾其实是这样 淹水民众一定是非常痛苦 难免有时候 他会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个意见 你都要概括承受 你当首长你是父母官 所有灾民的痛苦 你要感同身受 这个是人民期待 我们的政务官的一个形象 所以我真的会建议说 副总统假如说 在他的一个这一段时间 应该能够到南部多走走 那即便说挨骂 那我觉得这个也要概括承受 是 灾难当头 你做一些这种娱乐 消遣 宰哥 宰哥 有去哪里伺候 那个观感真的都非常的不好 那我们看到 其实不管是这个 国民党党主席吴敦毅的夫人 蔡令宇的老天有演说 这两天我看到 德明哥也特别提到说 他讲的是事实 下一场雨 怎么 下一场雨怎么能够去戳破 他的一 不能够去戳破他这一场谎言呢 你说蔡令宇所讲的事实 大家想 那蔡令宇跟吴敦毅 是不是把这番话搬到高雄 吴敦毅曾经执政八年的高雄灾区 面对高雄灾民这样 你去灾民做何感受 一个阿仁哥 一个阿仁哥 去金门七头 民进党可能会因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来 你怎么看 德明哥 这个听人家说话必须把整段话 这个听清楚 他的意思完全理解 不能够从中间断章取译取四个字 就来断定他的这个企图是什么 我先要讲就是说 不管这个副总统有没有法定救灾之权 论语上说李友病不像歌 刚刚小军也讲了 这个唱歌欢乐都是不应该的 那南部泡水泡这么多天 我不相信总统府会不把舆情通知给副总统 副总统也不可能在金门不看新闻 显然他是知道的 但是他坚持要跟家人相聚 跟家人旅游嘛 所以他不回去 那李友病都不像歌 邻里之间有伤势大家都不唱歌了 那他这是一种人的表现嘛 那副总统不把这当一回事 这其实说不通的 那蔡定怡蔡小姐她说的是什么 我们讲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 谁执政谁就应该负责 尤其是执政越久的地方 她应该负责责任是越大的 因此她说 为什么淹水雨下到太大淹水 这是必然的 可是淹水水不退 这是什么原因 水为什么 说涨潮涨潮两天好不好 为什么三天四天五天 仍然水不退 这就牵涉到是不是有输菌的问题 这就是到执政治理的时候 有没有疏失的问题 所以民进党的这个地方所长 常常夸耀 治水的这个神话 三年做完了 三十年该做的事情 那这一场雨就是检验这个神话 被戳破了这谎话 所以蔡定营的说法是 老天让这些南部的乡亲 不要再被神话骗了 不要完全下雨的不错预防 你不能相信这种神话 这个已经把它戳破了 所以蔡定宇 蔡定宇她所说的就是 这些官员要负责任 她的话被戳穿了 民进党很多 不管是政治人物或网友 常常会去转移焦点 像是征用公务车 又扯到马维拉了 什么事情一定要把马英九扯出来 这就是转移焦点 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实验 好 我前两天我们在 脸书上 好 做了一份 做了一半的文宣 做一半没有完成 好 这里面强烈了 民进党在南部县市执政的时间 好 这个 最多的有到三十三年的 好 最少的也有十七年 好 那这么长的时间 民进党对淹水有没有责任 我们其实只是要提醒这一句话 今天我们把整份文宣做完了 强调的重点就是这一句话 这是天灾还是人祸 这是天灾还是人祸 你看 如果说你苏俊做得好 水很快排出去 地基就不会被掏空 车子就不会掉下去 为什么民进党要负降雨 强降雨的责任 这话是怎么算出来的吗 不要做个道歉 只是写一下 我认为 我太太讲这个话 并没有错啊 是善良的百姓 遭殃 受苦 老天有眼惊人之雨之后 蔡令宜首度现身 吴敦义一路保护 但太太哪里忍得住 马上突破吴敦义保护线 我替老百姓叫区 我是在替老百姓叫区 就是这样而已 他们宣传了说 那个治水非常好 那为什么一场雨 一天的雨 就让百姓淹的水淹的那多天 我在替老百姓叫区 替百姓叫区 讲一次不够 蔡令宜讲了三次总听的道吧 与其别人解释老半天 不如自己来 吴敦义户妻紧张了 百姓心中只有一把尺 你也不要讲说 很多灾民在讲什么 该骂的是那些贪官云地 怎么会一直讲 替他报屈的 我太太呢 我懂 主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有网友在 违纪粉丝上面出手 就是说 这样夫人的后面 关于说是夫人 那你觉得就不要 对不起 对这种 我完全完全不回应 发言正行再换 蔡令宜戴起墨镜 像是知道 不要再说 但他哪里忍得住 也看太太就是很想说 吴敦义只好帮着一搭一唱 这是天灾还是人祸 这是天灾还是人祸 你看如果说你书郡做得好 水很快排出去 地基就不会被掏空 车子就不会掉下去 为什么民进党要负降雨 抢降雨的责任 这话是怎么算出来的 你不能一个结论 就说民进党负责任 八年八百亿 六年六百亿 听我讲完 都是十四年 让我讲完你们再回应 你有注意这件事 我讲完 提八八风灾后 八八风灾后 谁上任当行政院院长 对啊 吴敦义哦 请你注意这件事 2009 接任刘教学的恩惠 所以八八风灾 包括院长 包括秘书长 都下台负责了 都下台负责了 难道这不是政治责任的表现 责任政治的表现吗 他们负责了 蔡令宜说 八八风灾后 没有强调就是 八八风灾后 编列很多预算 预算是谁编列的 国民党政府 谁在花这个钱质水 谁在花这个钱质水 八年八百亿 二零 经济部的水利署 地方县市长没有责任吗 谁执行 谁执行这些工程 高平息这种流域大型合作 大型力算是中央的水利署 八年八百亿 二零一 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 我们是不是有讲清楚的 因为淹水 假如说国民党 有更好的质水的策略 那就把质水的策略 没有 重点在哪里 我们听我讲话 八年以六年 是马英九在用这笔钱 我们知道 2006年开始编八年八百亿 是谁说 2006年到底八年 只有两年是民进党 三年完成了三十年的工作 是谁在吹这个牛的 我们现在讨论的 不是说自水该谁负最大的责任 而且谁在吹这个牛 自水是民进党负责任 我有说吗 我是说谁执政 11年都是民进党的 只有四年三年是 都有责任嘛 但是谁执政最久嘛 你执政这么久 你在这个地方掌握基础建设施工 你没有责任吗 这跟地方政府执政有什么关系 你水沟书境没有责任吗 全市中央政府编列上千亿的预算 他们去做书境 水沟书境有没有责任 也许是中央管的河川 有些是地方管的河川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地方性是首党一点责任都没有 那个我真的是奉劝说 现在在淹水嘛 你在淹水怪谁怪谁 我没信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 这个争辩这个 其实选民不太乐意看到这些事情 OK 我也没有说要怪谁 我也没有说要怪谁 你没接受说指责 你听我讲完的话 盖瓜承受嘛 我们当地方在执政 所有的淹水的部分 本来我们地方政府就要盖瓜承受 我必须称赞你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陈委员 但是我不太希望说 淹水大家都怪你怪谁怪谁 好 我其实我要说一句公道话 我们非常称赞一下陈委员 陈委员在这一次的风灾水灾当中 他表现是非常好的 他没有出恶言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你的同党同志不是这样子的 好 一样骂来骂去嘛 那没有道理说 我刚刚有讲说致水 大家要有感同身受 蔡民现在哪管你说是什么 非能够解决他的困难嘛 所以怎么说大家能够齐力同心 譬如说我们在讲前瞻致水预算 那这些预算的分配 我们大家要共同争取啊 代理法院也要大家支持议会 要国民党的议会 这没有问题啊 我相信我们国民党还一定会在这个方面大力支持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想凸显的一点就是 执政的责任不要往外推 你既然敢夸口治水的神话 三年完成三十年的任务 你就要出来道歉嘛 承认之前碰轰了嘛 不能碰轰就传过水无痕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 我相信 他就说所有的责任到我为主 那个是场面话嘛 那怎么叫做 那怎么叫道歉呢 那都是场面话 人家都已经说了他没有责任了 你要针对这一句话道歉嘛 他现在针对的是 雨下这么大 你认为赖清德要下台就是了 你连老天有眼你都可以 我认为刘兆玄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大家讲到陈建仁副总统的时候 就拿薛湘川秘书长来做对比嘛 那讲到赖清德院长的时候 不应该还给刘兆玄院长一个公道吗 刘兆玄院长不是为了 巴巴风灾下台了吗 这确实是因为他去李头发 巴巴风灾那天屏东临边 已经淹到了那个啊 李头发很严重 他自己不去李巴巴巴风灾 去小林村 放假三天 小林村就不严重了 小林村灭了 小林村灭了 小林村灭村他人在台湾 巴巴风灾就这份 巴巴风灾四百多条小林村的人死亡 你不能够想象 我们绝对我们要来 就像我们刚刚讲副总统一样 我们一定叫莱茵德下台 今天不是 我们今天不是算死亡人数 可是这个能比吧 四百多的小林村灭村了 所以 而且他就在到什么时候 才进到小林村呢 我刚刚只是说 我希望赖清德院长 针对他说 三年做完三十年的工作 这一句话道歉 我没有要求他道歉 没有要求他下台啊 我只是说 刘兆玄院长当初是负责下台 他已经说了嘛 所有的责难他接受了 他没有针对这一句话嘛 他没有针对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有什么 这句话当然就是碰轰嘛 不是 你这个话 你开出来的支票要兑现 你说出来的话要兑现嘛 你要做一个有责任感的政治人物 不能够吹牛完之后 社后不理嘛 OK好 那吹牛之后的一个危机处理 我相信有几个场面 齐迈帮我们分析的是 你隔壁的台南 陈子敬退选了嘛 然后新竹这个地方 事实上你也蛮熟悉的嘛 林伟州也退选了嘛 你帮我们分析 因为今天王卫中去提告了 搓原子汤 你来告诉我们 可是在这个现场里头 因为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这样的一个阿仁哥 所带起民进党要负起的效应 我觉得康康姐特别提到的是 这是个蔡英文领导 所呈现的一个危机 你明知道你自己要去看灾的 你的副手要去筋问起头 你不可能不知道 对不对 来 这个你看到什么 我补充一个比较少人提到的点 就是其实我们大家看 经常是用政治的责任角度 或者是选举的角度看 可是有没有从一些 比较法理或技术的角度 去看这样的事情 我举个实例 我们从假车的这件事情开始 蔡英文到底要不要搭假车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国安局的负责任的军官 我看到台假车 看到总统移动的需求 在灾区涉水移动需求 我会不会请他搭假车 依据我的专业我会认为 还是请他上假车 比较安全 我不会管理选举 我不会管理总统的形象 我现在就是要顾好总统的命 希望他安全 我不希望他踩在水里面 万一有漏电怎么办 总统倒了怎么办 这是很基本的国安的常识 就是他是有一个体系在运作的 所以不会考虑到选举的实务 他是考虑到总统的性命安危 国家体制的位置 好 从这件事情我们来进一步发想 今天蔡英文在灾区 他会有些风险在 那我作为一个 所谓被位元首的副总统 今天蔡英文如果万一真的在灾区 因为灾区情势随时在转备 他出了什么意外的话 需要直接找到副总统 至少你要准备 蔡英文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结果找到副总统 副总统是在金门 而且在玩的时候 这时候整个国家中处突然惊觉 副总统就来那些金门 请问如果你的防卫 其实怎么要过去的时候 因为他如果现在突然变成国家元首 他从被位元首变成正在国家元首 他是在金门 而且他的整个架构都是在外面 这种事情 这个当然是居立问题 可是如果我是负责任的人 我只有一个任务的话 我会希望这一切都是在掌握内 所以也不无道理 当然了 所以他本来也会出一整个威 他也是要玩整个威 被位里面要你回到中枢 随时待命是什么状况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我觉得你的评论太超越 美国911的时候 你有沒有看到副总统非大为赢 总统留在华盛顿里面召开会议里面 政府不要区隔开来 对啊那就是他们考虑到维安 可是各位 区隔开来 但是这只是一个水患 不要讲那只是一个水患 当你讲到这只是一个圈圈 如果我们一个水患就要考虑到副总统要回到中枢 我们的总统随时都会有问题的话 我告诉你一件事 台湾的体制崩盘 只是一个水災 我们台湾的体制就崩盘了 前面对柯文哲放水到极点 柯文哲的问题你不去研究吗 柯文哲在网路上面都是信仰他的科粉吗 他是超越蓝绿吗 他是操纵网军 他的网军被认为已经公布到脸书上 他对于年轻人的冷漠 他的谎言 他这个认同卡的反民主 霸道狂妄自大 他对刘坤里所提出的问题 他回避 这些种种我从来没有看到你评论 我今天很高兴你可以提出尖锐的评论 有了 刚好你不在场 前几天他有评论 因为刚好你不在场 今天在开讲的话是不正确的话 你的评论评到一个副总统 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出现的时候 按照你的讲法 蔡英文总统上楼梯都会摔倒 不是这样子的原则 他其实有所谓讨论风险的问题 你那一段不公平 如果你要从这个角度 那蔡英文也不要上角度 他上一般的大福特就好 不是 他像你那个原则是不符合的 我告诉你 我不相信 我不愿意 他要通信的是一个国家原始的安全的问题 我们前面都对陈建仁副总统提出评论 那是一个有比例原则的评论 如果雪上加霜那种 活上加油的 同一个节目频道播出 我觉得不公平 我不想跟这种评论 放在同一个频道 同一个时间当中 所以我要整理我对陈建仁副总统的评论 哪里有人做出那样的评论 还振振有词的 总统府的幕僚在这个回应当中 到底有没有火上加油 一个受理登记当中我们看到 我相信对于柯文哲来讲 因为在首都 也许今天北台湾已经有些雨势 可是相对北台湾的受到冲击比较不是那么大 我跟妳讲柯文哲接受访问骂人家彰化 彰化线的老人年轻 那我请问你那徐新营的证件里面要有老人年轻 柯文哲为什么闭着眼睛不讲话 他随时随地都有比陈建仁还要严重的问题出现 请这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们在评论的时候 把自己的衣服打开一下 面对自己的核心 来 这个就是静周刊昨天的确柯文哲在接受访问时 怎么神来一笔 特别提到火轰彰化的宪政问题 说这个老人津贴等等 因为他有王文林 然后昨天礼拜三静周刊曝光之后 今天柯爸爸 柯妈妈的确到彰化线去陪华文林去登记 因为彰化是新潮流的候选人 他就是用刻意的方式政治的操作 完全不管市政 每天去搞这种权谋 搞这种权谋的一个人 现在我倒是可以大和佩空暴姐讲的 我认为他是针对新潮流 针对魏鸣鼓 OK 来 齐曼 我是对其他县市选举不太清楚 不过刚刚德明兄在讲说 赖清德是针对台南的三爷西 淹水三十年 中央要预算六十亿 但是中央的预算当时没有到位 所以他就市府自行编列预算 用三年来解决三爷西淹水的问题 所以话要把它讲清楚 我意思是说 那假如说三爷西当时在治水的过程里面 中央跟地方能够 我部分蓝绿 我现在不晓得说当时是民党执政还国民党执政 当时的中央政府 那设想说当时的中央政府只要预算来 那三爷西是不是就比较快速就不会淹水 所以大家要去回应民众的需求 这个才是一个负责任政府 不管蓝绿 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政策 我们到现场一定是被挨骂 但你要概括承受 你要解决问题 要把所有的淹水论理把它搞清楚 所以我也希望说 其实副总统 我刚刚也讲了 副总统去 不管他的宪法的法定之权是什么 去就是观感不好 所以挨骂真的是 我也觉得说 这个大家对他的批评是有道理 面对问题的态度 既然是观感不好 那就道歉 就不要再硬拗 或者是说讲一些适事而非 这个才是一个政治人物 或者是作为一个政务官 他应该要做的事情 所以同样的标准 我也希望说 大家在救灾的过程里面 不要怪来怪去 今天这个怪这个怪这个 还河川到底是不是书讯引起的 有没有书讯 有没有怎么样 这个原因 要把它查清楚 所以你要到现场 譬如说我去到这个人物地区 它淹水显然是因为第四滴蛙 那你这个可能要抽水站 你要把它补齐 那就要赶快 这个增涉抽水站 那上游鸟松香 你要去奔红 你下游的人物才不会淹水 所以我假如说 把问题的了解得更透彻 能够了解人民淹水的原因跟痛苦 那就大家一起来想办法 所以我也期待说一个正常 良性的政党经济 应该是这样才符合人民的一个期待 所以秦某刚刚特别提到 就是有关国民党在呈现这两个退选的事情 因为王伟中今天去提告 这里头包括原本要参选台南市的前警察局长陈子敬 包括有意要宣示参选到底的新竹县的立法人林维中 他们都是在昨天突然间宣布不前往登记的 所以王伟中今天去控告 他认为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可能涉嫌违反公职人员选霸法 所以前往地检署来控告 来 秦迈怎么看 我想选举 假如说有对价 那选霸法的这个部分 当然是有可能会有 违反到选霸法的相关的一个情势 所以才会有大家在质疑说 他是不是这个不选 他要选这个 或者是怎么样做一些对价的一些处理 不过我想选举就是在新竹县来讲 就是说林维中他是地方派系的林派的重要的人物 那国民党其实早就有游戏规则 就是要用民调怎么弄到最后 我们也一头雾水 说其实本来林维中的民调他应该是要胜出 所以你违反一个民主的一个原则跟机制 那硬提了一个杨文科候选人 那恐怕你说林维中林派的人会 这个新越成功辅选我是非常质疑 所以我倒是觉得说 其实选举本来就是已经逐渐的朝向一个政党政治 更何况我们宪法的一个规定 政党是作为一个宪政机关 所以他必须在党内的一个提名机制 必须是符合民主的原则 所以这种黑箱作业要选 好像也不是按照民主的原则来处理 不选好像又这样戳一戳奢一奢 然后这个有可能谁选谁选什么 我想这个并不符合选民的一个期待 好 所以我们听听看林维中宣布退选的记者会 那我们看到旁边还有江启臣 感谢的人当中有马英九有朱立伦 好像就是没有提到吴敦英 来我们听听这个大线上 新竹跟苗栗包括双北的选情 来看林维中他的退选记者会怎么说 我们稍后要播放今天去登记的两个重量级人物 一个是穷穷穷搜紧穷 另外一个就是到底在这场大选当中 躲得了辩论会吗 真的只有证件会吗 侯友宜在今天他也登记参选了 等一下双北的大现场当中 一起来看 先看林维中这场记者会 欢迎从新竹庆 国民党加油 林维中加油 整个新竹县提名的这个事件 非常漫长 尤其对我来讲是 好像一辈子的漫长 我从这20年 从来没有遇过这么的重大的冲击 震撼跟挫折 然后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然后做了这样的一个改变 我要跟大家说明 我的声明 有一个完整的声明稿 声明的内容就是 当个真言者一起同行 就是我希望决定了 留在国民党 作为一个改革者 希望党团的所有成员 跟我一起同行 过去这段时间 在经过非常多 这些国民党内的人士 包括马前主席 红前主席 朱前主席 还有我们所有党团委员 大家的努力 以及权力的沟通之下 为国民党立下汉堡功劳的前书记长 林维州同志 在登记的前一刻 做出非常令人敬佩 而且格局远大的一个关键决定 宣布退选其实是我们这样讲27号的就礼拜一的早上 你记得马英九去陪丁守中登记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分裂的地区协调 过两天会有好消息 结果过两天以后就开记者会宣布退选 其实他是27号 礼拜一的上午去了马办跟马英九报告了 他要退选的决定 大家就是因为他到了马办 所以大家就变成好像是马办在扮演一个积极协调 劝他不选的角色 其实他是决定完了以后就去报告 报告完以后就赶回了新竹县跟林氏中青会 报告说明 那林氏中青会的理事长就是民进党以前的前任的县长叫林光华 所以林光华出来的时候回应了一句话 就是说如果我是林百亿或我林十亿 就可以帮林维州度过这个困难 那换言之林维州的困难是什么 财务问题 这很清楚就应该是财务问题 那我觉得比较里面当然他感谢了四个人 马英九 朱立伦 红秀柱 王金平 他感谢了四个人里面没有这个 党主席 当然吴敬意改变了规则以后其实林维州跟吴敦意 其实两边话也呛得很难听 吴敦意还跟媒体说你去看看他以前的作为 就指林维州 那林维州说我当选后 我会回国民党 但是前提是什么 吴敦意不在党中央 所以你看他呛话就已经呛成这样了 当然 马英九 朱立伦 红秀柱 对变更 全民调改成征召过程当中 全民调的时候 他们三个人都有出来制度 制度 就反对吴敦意去改变这个东西 那吴敦意当时是推给中常会 他就反对过 那王金平是有找林维州 私下有来谈过 有来劝劝他怎么样等等 所以到最后感谢了这四个人 当然朱立伦跟他通完电话以后 是派李四川跟他谈的 然后红秀柱本来跟他约碰面 可能时间上约不好 是在电话谈的 那王金平找林维州是在办公室谈的 那最后一天决定好了以后 是到马办去讲的 就在这个礼拜一 林维州进了马办是不是 礼拜一上午进了 很早就进了马办 以后就赶回去台 新竹就跟了林光华他们碰面 跟他们讲他的决定不选 然后接下来中午呢 就是江启成从美国回来以后 中午赶到他家去 得知结果以后 就开始订那个记者室 准备要开昨天那一场记者会 然后在昨天的时候 这个江启成也把记者会的内容 告知秘书长曾永泉 说要开一个记者会 正式宣布退选的事了 所以林维州的退选 其实也都是因为他个人的因素 当然人家也评估再选下去也不一定会当选 当然胜选的机会不大 所以林维州就 第一个财务问题 第二个胜选机会不大 他就退选 那他退选之后 对谁 他的票 因为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票会流向 现在国民党所提名的杨文科吗 他是前新竹县的副县长 杨文科今年68岁 OK我们看密室根州立大学气管硕士 曾经担任过新竹县政府的秘书长 那个时候担任秘书长的时候 管长是什么 也是邱静准 也是邱静准 就现任的新竹县长 所以他是邱静准的死地兵 OK 前县长范正宗是客家大佬 表态支持杨文科 这是现在是吗 现在吗 他那时候宣布的时候有表态 有表态范正宗 范正宗以前是绿营的 后来因为看起来好像不蓝不绿 他当初是当选 武党籍当选新竹县县长后 加入民进党 所以他寻求第二任连任的时候 是民进党籍的县长当选人 OK 他很有意思 客家大佬范正宗 现在支持是国民党的人选 所以现在 好 林维州不选了 这是郑朝芳 北大的财经法律系 年纪最轻的 他们说这是像是 另外一个新竹市长一样 那我们看到 他曾经担任过民进党发言人 还有民进党客家事务部主任 显然他应该是客家人 对不对 客家人 他是郑永津的 所以郑永津68岁老县长 郑永津的公子 郑朝芳 民进党这一次是提名他 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强棒 就是徐欣宁了 徐欣宁的部分 现在这个人 国民党立法委员退选之后 到底票 会给杨文科吗 您说未必会如此 为什么 未必会如此 因为一个问题 因为一个问题就是说 其实杨文科的背后的操盘手叫邱静淳 现在的县长 现在的县长 那郑朝芳的父亲 郑永津 其实他们都是出生于竹东 他们的大本营都在竹东 竹东 竹东地区 那林维州跟徐欣宁 他们的本营是在竹北 竹北地区 他们都竹北市 那竹北市的发展非常快 他近十年人来以后 竹北市是从十二万人左右 现在是十八多万人 因为他是一个外来人口 就随着竹科他移来的新移民 一直都是往竹北市 当然竹北市现在饱和了 他现在新移民的地方 就移到了宝山 宝山又是竹科士级的预定地 他往宝山移 那宝山是属竹东地区 那竹东只有九万多人 竹东镇只有九万多人 九万多人 竹北市就有十八多万人 几乎是竹东的一倍 那我们泛竹北地区 大概有三十几万人 泛竹东地区只有十五万多人 当然还有两个三地乡 大概一万四千多人 加起来是五十五万多人 那竹北 林维州在竹北 他之前一直说 他退党参选 当然很多人 因为你不在国民党了 你要退党参选了 我还支持林维州 就表示我不会支持国民党 不然我支持退党的 不然我就支持国民党了 那我支持林维州 林维州退了以后 不愿意支持国民党的人会在哪里 其实有很多因为地缘之力 他当然选择会比较选择 可是我劝退的他 他的支持者不能同步拉回来给杨文科吗 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吗 我觉得 有难度吗 我都到这里就贴近范囊的支持者 我觉得部分啦 回不来国民党为什么 我觉得部分啦 因为竹北地区 有很多新兴的人口 这些人口不是传统 也不是所谓的中青 去cover住的 这一些人的自由意愿 绝对是高过政党 这一些不会去 因为你政党提谁或是换谁 我会随着改变的 其实这些票员 也就是自主性高的 又住在竹北 你认为他会听国民党的说 阿丽维州退了 我要去支持杨文科吗 不会 回不去 回不去 尤其是在一些新兴的 回到郑朝芳 回到徐兴 大部分会回流到徐兴 那一方面去 徐兴在竹北的新兴 在新移民的过程 其实他在新移民里面 获得很高的支持 他在新移民获得很高的支持 然后你看他逐渐拓到了 宝山 你注意看 当外来人口新移民 因为随着科学圆区 你注意看 新移民多的地方 徐兴都优势 等于说是在一些 跳过传统的票员上面 徐兴是优势 另外一个 刚才齐迈讲到说 林维州的林派 其实在新竹不叫林派 他叫中青会 他是叫林氏中青会 林氏中青会 现在的李市长 就有点 他们中青是讲中长 中族的中长 那林光华有点 李市长 他就有类似像中长的地位 他支持谁 他支持林维州 这太错乱了吧 林光华不是 是民进党以前的县长 民进党提名的新竹县长吗 没有 他是 他当选过 他是民进党籍 他当选过县长 然后 他的县长寻求连任的时候 被谁打败 郑永金 被郑永金打败 郑永金 所以 林光华跟郑永金的夙愿 是从那时候 就一路开始到现在 好 林氏中青会 你说这是民进党的 没有支持郑朝方 没有 他原本是支持林维州 国民党的 那林维州退选之后 那 他公开讲 支持谁 支持谁 在讨论 在讨论 但是 绝不会支持郑朝方 不会支持 因为他1997年 曾经跟他选过 是不是 第一个选过 他是1997 他跟郑永金选 他是连任被郑永金打败的 OK 在这里 第二次2001的时候 被打败了 他是97420票 46.39 寻求连任时 败给了53.61 11万票的郑永金 所以这两个人 然后下一次 2005年再输一次 2005 输得更惨 2005 当他寻求连任时 他再批划上阵 再度又输了 对 那个输得更强 所以他可能是两度 恩怨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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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度输给了郑永金 林氏中青大佬 林光华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在新竹跟苗栗以及双本的最新血情 时事锁定 明天的新台玩家 我们再会